《Born Digital》這本書 是以全新的角度 描繪新一代年輕人的特質 將它們比喻為數碼人 譬如隔離家8歲的小孩子 都知道怎樣把搞笑的陸像 上載到YouTube 還有一萬次的點擊 7歲的小外生 已經精通所有時髦的網絡遊戲 而你絕對不是它對手 很多人認為年輕的一代 透過網絡是更容易 更直接接觸到與暴力有關的資訊 但作者認為從古至今 無論哪個年代 暴力的因素一直傳在兒童遊戲中 譬如窩機嗎?軍企 我們實在沒有必要針對科技的發展 一味限制青少年人與網絡的接觸 所以家長、老師、遊戲開發商 以至整個社會都應該擔負更多的責任 正確地引導青少年 將他們的創造能力發揮到正途上 所以我們這一代不可不承認 隨著數碼科技的發展 整個世界已經進入了新的紀元 年輕的一代的成長環境 和生活方式跟我們真的不同了 一方面我們這一代要虛心學習 了解和認識新科技、新人類 另一方面我們都需要以開明的態度 來正確地引導下一代